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这个我们的法身 按照他们的部分来讲 就是用全面的这个 这个因跟果来讲 这个谁的七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转移法身有这个七种名 用这样的七种来说这个法身 这是他们认为看不到 所以看不到是六四看不到 所以他认为是没有 所以那我们这个 那个我方的部分来讲 就是要行这个谁的 我们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要方便利 在四十月 就是由方便能证得涅槃 这个要称 这个是要证刑这个是方便 这个方便才能够证这个涅槃 由这个方便才能够知这个涅槃 那方便的部分来讲 有这个谁的 这边所说的 他用这个他心通 来做一个批语 那我们在这边来讲 因为他心通来讲 一般来讲认为 一般人根本没有他心通 这个法身是有 这个法身是有 那我们那后面最早就讲这个别意来 讲那个法身 不是没有 这个讲到如果没有的话 法身如果没有的话 让我们这个证刑 就修行没有意义 是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有这个证刑 有界定会 所以所修的证刑 不可能白修一场 所以这样子的修行 未来会所谓的得证果 所以证刑能够得果 这样所以我们用这样来讲 先用这个证刑 来表示我们修学 确实是不是白 不是白盲一场 还是到最后还是得这个究竟果 那后面的最早的来述说 那个他们所认为的 那个无因没有 就是涅槃 这样子的说法 不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所说的涅槃就是佛性 他本来 我们所说的 按照我们的真如佛性 本来就在 本在 本有 这是因为无名烦恼所遮盖 所以按照来讲 因为遮盖 所以没办法 所以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所说的正知 所以这个时候认为说 无因没有的话 就等于涅槃的话 因为我们所一般来讲 涅槃就是去灭 认为没有碳真正知 认为没有未来生的无因 所以他认为无因没有的话就是涅槃 这种说法来讲 就是会直接推论到过去跟未来 就是没有无因 所以这样来讲是不是涅槃 所以按照就这样子来说 所以讲到 如果要讲无因没有的话 就是涅槃 这不是正确的 按照我们所说佛性就是 我们是本有 他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非空非有 所以我们所说 那后面最早的是讲到 现在没有无因 他们认为现在没有无因等于涅槃 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现在无因跟涅槃 两个有点好像矛盾 所以这个讲到 因为现在无因无的话 就是涅槃的话 因为既然现在就不可能是无 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所以现实的在41页的倒数第四行 所以这个关于什么是涅槃 现实没有无因 这种说法是涅槃是不正确的 那后面最早的是在我们进入到 我们进入到这个41页的倒数第三行 就是后面对方又说 现在的烦恼 灭 因为我们这个事实烦恼 按照来讲就是它 就是我们这句话来讲 就是我们看会看不懂 因为它是事实烦恼 非现在故 无过失者 无过失者 失意不难 其实这个按照来讲 我是直接看这个42页的后面 这一脚应该是讲到烦恼灭处 不明涅槃 因为我们实在是从这句话 就是在这边 那个 它后面的这个41页 四页鲁子现在无因无明涅槃 是一步来是说上一段的 那我们这个是讲到谁的 若如言事实烦恼 非现在故 无过失者 事意不难 按照这句话来讲 因为事实烦恼 这个部分来讲 因为我们 就是如果没有 我是参考后面的结论 所以故之烦恼灭处 不明涅槃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事实烦恼 如果说是灭了 这是灭处 灭处非现在故 如果是灭处非现在故 就是讲到 因为它是等于涅槃 所以它应该是在涅槃的这个时刻 所以烦恼灭的应该是讲到谁的 应该是 我们 这个讲到谁的 就是它是讲烦恼灭处 虽然烦恼灭处 虽然烦恼灭处 因为它现在是涅槃 它这个句是 事实烦恼非现在故 这个无过失这句 它怎么样子 就是对方在 就是我们来 再做一个说明 就是若如言 这个修八圣道的时候 现在五音者 折出烦恼非是现世 就是讲到谁的 你在修八圣道的时候是现在 是用现在的五音 五音现在的 你在生八圣道的时候 按照来讲 你有生八圣道 那个时候就不是烦恼 应该是善心所 所以按照善心所的话 那应该是烦恼先灭 所以这个是讲到谁 所以它才会讲到 折出烦恼非是现世 因为我们所说 在修八圣道的时候 它就是善心所 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是烦恼 烦恼跟烦恼相应 所以烦恼灭的时候 是在前面 所以它才讲到不是现在 因为现在是八圣道的一个 善心所的一个修学 甚至烦恼不得生物 所以这个时候烦恼 因为不可能会起来 因为善心所不可能跟 善恶相为 所以由八圣道得正 由八圣道得正 得见 得正得见就是见涅槃 所以它后面讲到 所以是故现世 得涅槃者 是一不然 所以讲到 它是讲到现世 得涅槃的 是一不然会故 因为它是讲到那个 是故现世 得涅槃 因为它是讲 这个时候是因为八圣道 是因为八圣道还在 还在 还在 还在运作 由八圣道得 得正得见 现世得涅槃 所以是一不然会一故 然后 我们再继续看它的解释 因为何以故 这是烦恼 它就是烦恼先 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神语的 这个事实烦恼 非现在故 就是讲 按照来讲在 进去推的时候 这个烦恼是过去 因为 在修八圣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善心手 所以 既然是善心手 所以烦恼应该是 先已经过去了 所以烦恼 先 非现世故 如果烦恼先 已经过去了 而且烦恼灭处 就已经是 如果是 他们认为说 就是涅槃的话 那这样来讲的话 那个 一些烦恼都已经灭了 那八圣道又还要再修 又还在 他这个是讲到 又有八圣道 来得见这个谁的 得正得见 这得正得见 应该是讲到 我们所说的这个 见到这个 去讲 他这个推论是讲到 县世得涅槃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是讲到 谁的 如果是这样子 如果说他是讲到 谁的烦恼灭 就是涅槃的话 可是过去的烦恼 就已经灭了 所以既然灭的话 那我们 那我们这个 八正道修学 还有什么用 就修道则无用 那么修圣道时 这个时候 世诸烦恼 烦恼没有灭 才要用这个谁的八正道去修学 所以我们会用到八正道来修学 就是因为在修道位的位阶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是烦恼还没灭 所以还是要用到八正道来修学 所以他才会后面讲 未除灭故 鲁剑飞相应 鲁剑飞相应的部分来讲是讲到谁的 那个 因为他 他的这个讲到 鲁剑的这个部分来讲是 因为他们认为说 他这个烦恼 有 烦恼灭处 他认为就是涅槃 如果是烦恼灭处就是灭盘的话 那他又要用这个谁的八正道来修学 所以说烦恼延八正道 这个时候修这个谁的 修这个 由八正道来修学才得涅槃 八正道是灭烦恼 所以遍延非现世 落水逆流 落水逆流是他这是运用那个 应该是十二原子的逆流 所以初 初修学时 烦恼也不相应 所以他是讲的 因为讲烦恼灭处就是涅槃的话 就变成说你烦恼都已经没有了 那就根本不可能跟烦恼相应 所以烦恼也不相应 所以烦恼也不相应 那此烦恼不相应 则非现世 则非现世就是他已经 他已经是 这个则非现世是按照前面这个部分 所以烦恼是烦恼 非现世 此举是如所祭的这个涅槃 那后面我们再看一下 若如指此是涅槃者 圣道位且是以因灭祸 以得涅槃故 那后修圣道则无复用 那四八圣道能灭诸祸 即得涅槃者是以不可 顾之烦恼灭处不明涅槃 所以这段的部分来讲就是因为 我们在这个四十一页的倒数的第三行 那句是如言世时烦恼那个部分来讲 实在是看不出他的这个 因为他这个句子有点好像 好像没有一全句 所以变成说你要由后面来推他前面的意识 他的这个意识完全是 如果说烦恼灭处的话 那个是涅槃的话 又有 又有八正 现世又在修八正道的话 这样子 这样子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矛盾 因为你烦恼灭了根本不需要用八正道来修学 八正道修学来断货是完全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还有现世的这个 五音 你因为有现世的五音你还有你还会起烦恼 所以你还是要运用圣道来断货 好就是在四十二月里面就是讲到谁的烦恼灭处 不明涅槃 如果依照我们这个佛性来讲 因为佛性在我们的世间的众生位的话 我们真如佛性也是跟 就是我们在这个应用一些 大圣起心论或是一些的经典来讲 就是有讲到谁的真如随缘不变 真如不变随缘就是真如佛性被遮盖 众生灭叫做如来藏 所以烦恼灭处不是叫做涅槃 因为我们涅槃本身就是他本在朋友 不生不灭 是我们在烦恼在整个烦恼贪身是断尽的时候 更能显出法身而已 显法身 不是说烦恼灭处就等于涅槃 那我们在 那后面的这个是讲到谁的 他用这个谁的吉祥经的祭送来说 我们直接看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去查吉祥经 在我们直接看到他的祭送好了 他的祭送就是有引用到灭境 还有离遇无始度为妙 若人见此经就是吉祥经 成佛得孽即灭 无法与此等 若正则无用 是真妙法宝 由是意吉祥 这两句颂 最主要也是牵涉到 也是 因为我们一直讲到要正裂盘 要断叹真词 要谁的 要这个礼遇 好这些的名词 我们按照如果我们不经过这个大圣的这个 真儒佛性的这个 他本身的这个体性是非空非诱 不生不灭的这种体性 我们就很容易 误解这个 我们所谓真儒 涅槃就是烦恼灭境 叹真词断境 完全是画一个等号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只是我们讲到谁的 我们我 我空跟法空 他本身是由二空所显的 涅槃 并不是二空就等于涅槃 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了解 因为如果是 整个探测之灭 其实就等于涅槃的话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涅槃是由修出来的 它有生灭性 因为它是修出来的 而既然修出来它就会有灭 这样 所以就没有 就不是我们这边所说的真如佛性 不生不灭非空非有的体性 那我们直接来讲 就是它由世青菩萨来解释 这两个寄颂 所以若如言 欲等诸祸 非县是非有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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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部分好了 这个是灭尽 按照灭尽是我们通常来讲就是贪争之断 就是按照我们所说的烦恼障一断 离语也是 无始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无始就是讲到那个 按照来讲是 无畏来有 而不生的意思 不生三戒 无始度 然后所谓的唯妙 若人见此经 而成佛得极灭 那这个是讲到那个 灭尽驴玉 通常来讲是 按照我们所说的大圣 都是讲这个 我们所说的中道 所以从中道来讲就是讲到 谁的灭尽跟驴玉跟 我们所说的不生 也无始是讲不生 无始度就讲不生 所以是想遮这个谁的 有的部分 那微妙是遮空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谁的 整个走在是 离空有二边 你如果是 一大圣的说法是离这些边 如果说我们正知 我们正知的这个部分来讲就是 在正 在正法身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还是要断尽烦恼 你断尽烦恼的这个时候 就是讲灭尽跟所谓的驴玉 还有所谓的无始度 就是讲到 整个就是要离开这些的烦恼障 可是离开烦恼障的时候 就是讲到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 按照来讲是讲到 谁 按照我们的语词来讲是 如实知道 这些的贪真诗本身是非真实 贪真诗这样子说为灭尽 离这些贪真诗 这个讲 或我们所说这边讲到 无声 然后后面是讲有 按照来讲是非无非空 所以讲唯妙 它本是一种 我们所说的 涅槃本身是一个唯妙 所以不是完全说 就我们整个 整个语词来讲 就是不像他们一定是讲灭尽 离就是涅槃 他还要带出这个 本身的这个所谓的妙用 所以这样子 你能从 从那个对这个经文来讲 能够 知道这个所谓的 怎么可以 为什么可以成佛得极灭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大圣的这个非空非诱 这个所谓的忠道 这个实相的这个正修 关心 他可以离开这个烦恼 烦恼 然后他在这个谁的 他在运作的这个部分来讲 都可以说为极灭 因为在运作我们所说的二字 就是 十相之跟方便在运作的时候 他都是 我们所说在 产生这个谁的 灶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极灭灶 他在 运作这个菩萨行的这个时候 都是没有任何的烦恼 所以极灭 所以极灭 那后面我们 我们看在 在解释什么叫做真妙法宝 像说为 名为吉祥 所以无法以此等 若正 则无忧 无法以此等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 就是我们在大圣的部分来讲 是要遮这个法 法的真实性 另外还有这个讲到谁的 也无有这个此的部分来讲 应该是讲到谁的 这个 这个无法以此等的部分来讲 是讲那个 本身的那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控 那此等的这部分来讲 应该是要讲到谁的 按照这个部分 按照推论的部分来讲 应该是灭禁跟谁的驴域 还有谁的无始舵 如果正则无忧 如果正则无忧是讲到唯妙 因为我们才讲到 那个 在佛在正的部分来讲 就不会带出这个谁烦恼 所以是说为唯妙 是真妙法宝 有时一直想 有时一直想 这个是 如此的了解那个 没有真正的法 如果你还有灭禁法 驴域法的话 那还是一个法 是真妙法宝 所以这样才才能够了 真正的了解这个真正的正法 正法的这个之见 正之见 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那就是讲后面的部分 若鲁言欲等诸祸 这个再四十二页 若鲁言欲等诸祸 非现世 非有是尽 由此三亿灭地者 四亿不然 为什么不然 那我们看 我们直接看至今菩萨解释好了 再做一个说明 何以故 所以他解释 为什么我方不成立这个 鲁言这个谁的诸祸 欲等诸祸 而且非现世 就是不在现世 而且非有就是讲就是没有 而且就是在现 就是在按照来讲是说 这个欲等诸祸 应该是在过去 非有就是现在没有 而且就已经断尽了 由此三亿来说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世圣地的灭地 这样解释是 世青菩萨不接受 为什么不接受 他的解释是 这个不分好了 他的这个解释是 第四果同此亦故 然后佛经说 何者名阿罗汉果 什么叫做阿罗汉果 阿罗汉果 阿罗汉果这边的解释就是三界祸境 这应该没有问题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因为我们说阿罗汉果 一定要断三界的这个贪生痴 完全断尽 这个时候才叫做阿罗汉果 但以这个欲等灭为果 此果是不如此 这个是讲到谁的 这个是讲到谁的 如果说你 你把这个欲 就是断欲 这些 这些的货 全部灭掉 就是 果的话 就完全是等于这个谁的 阿罗汉果 吃果实不如此 吃果实不如此 阿罗汉果 并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世俱菩萨解释好了 因为阿罗汉 他本身的果就是讲 正以出世果报 世音戒等 五身为阿罗汉果 就是阿罗汉的 他的果 最主要是出世报 出世报的 这个最主要讲到 我们所说的五分法身相 他最主要的这个报 就是因为 要这个谁的 戒相 定相 会相 还有这个 解脱相 还有解脱之见相 最主要的 他这个世青菩萨认为 应该是 这个才是他的 阿罗汉的正报 而不是 这边所说的欲等诸或灭 不是非现世 非有 不是完全断境 这个 但有此祸 灭 但有此祸 灭是 欲等 就是讲三界的祸 如果全灭的话 就贪真师 三界的贪真师 全灭境的话 阿罗汉的果才会 才会 我们呈显出来 那既然呈显出来 就不是说 就 我们来讲说 他会呈显出来 但不是说 这个 欲等这个讲到三界的贪真师 断境就完全等于阿罗汉果的意思 所以他才会讲到补充说明 为什么我们一直讲断境贪真师 就是阿罗汉果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按照来讲 都是从 以果中说辞英明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我们要知道 按照生文圣的部分来讲 就是断生师 断三界的贪真师 完全断境就是等于 这个是得阿罗汉果 那我们都会讲到 谁的 贪真师断境就等于阿罗汉果 其实应该要知道 说我们阿罗汉果 他是为了要得这个果 但我们一定要处理 这个贪真师三界的货 如果这个三界的货 如果没有完全对峙的话 这个他就是我们阿罗汉的这个果 他完全被遮盖掉了 所以没法呈现出来 如果这个三界的货断境的话 他就是他就会呈现 显出来 所以这个讲到 从果来说因 他因 所以以果中说此因明 涅槃一耳 我们涅槃也是这样子 由涅槃故 诸获得灭 由涅槃故 诸获得灭 是讲到我们 知道这个谁的涅槃 他的体性就是真如佛性 他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 我们所说的 不生不灭性 常住性 常债 永债 所以我们知道他本身就是离世间性 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因为他能够离世间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 而且又知道说 他为什么显现不才是因为烦恼 这些贪生枝的祸来遮障他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 先处理这些祸 才能够把这个涅槃 才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由涅槃故得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 从果来 我们现在先知道 我们所修学的这个果 由他的体性来 来找荫药怎么样子去处理 所以由涅槃故 所以涅槃一有 由涅槃故诸祸得灭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叹生枝可以灭 可以处理掉 就是因为涅槃的 他本身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非常非常 他本身就是出世间的体性 因为我们知道他本身是出世间的体性 因为我们知道他本身是出世间的体性 我们在见到位的时候 就是可以看到他的正导他 由他的体性来处理这个世间的这个砸烂 不是烦恼 所以为什么说 由涅槃故诸祸得灭 所以我们是讲 世故因中受以果明 所以在 所以我们所讲到 世故因中受以果明是 就是我们现在都一直讲 三界的贪生是灭 得阿罗汉果 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强调这个贪生是灭 所以我们变成说贪生是灭 如果是你不了解的话 不真实的了解的话 你就会认为说阿罗汉就等于 所以三界的贪生是灭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讲到灭尽驴域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前面一直讲到这个法 这个是讲到谁的转一法生 为什么一直先讲这个沉默 激尽 气舍 过度 还有这个五法处 嫉妒 断六道的这个果 因为它都是完全着重在因的部分 因如果处理掉的话 我们的涅槃的这个果才会显现出来 所以才讲到强调因 因来来 从因来说这个果 所以世故如说 由八圣道能得涅槃 神道不空者 事意不来 因为他是讲到 那个 因为对方的部分来讲 是完全是八圣道 在一直在修学 修的这个时候 可以断烦恼 烦恼断了之后 他就是这个时候就是 这篇词是能得涅槃 这样来讲 这样来讲涅槃不空 所以我们 我方才说这样子的说法是 我们所说的不正确 那我们在四十二页 我们在赴赐 法身注食短处 有为法相 非公用得 是善过吃 予辱欲则坏 我们后面要讲到 所谓的 有关于所谓的法身 法身 我们现在要界定 他这边最主要是界定法身 法身注食短处 那还有一个所谓的有为法相 非公用 第二个是有为法相 第三个是非公用得 是善过失 予辱欲则坏 这个我们把念下去 因为才知道说 这个三过失 第一个是讲到谁的 是注食短处 短处者 诸法念念不注 是名灭尽 以灭尽故不得暂住 辱云和立此灭尽意 是为法身 这个是讲到这个法 第一个是法身 然后后面的这个注食短处 有为法相 还有非公用的这个三个过失 来说明 所以这三个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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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因为法身是常住性 他不可能解释是念念神灭 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个谁的 按照文字来讲就是 法身要离开这个三个过失 因为他对方的这个意思就是 由八正道来修学 用道地来修学 然后这个才会得涅槃 所以我方才会讲到谁的 涅槃这个法身 他要离开这个三过失 因为他对方的这个利益 他就是有这个三过失 因为有这个三个过失 才会他所建立的这个见解是不正确的 所以讲若如说的欲灯 霍灭说明法身 如所立终 就有这个三个过失 所以他的 所以我们讲到那个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从文字的叙述变成是 法身有这个三个过失 然后到后面就会讲到谁的 那个 如果说你这样指文来看 就有点很奇怪 所以我们 我们就 我们 我们必须要从他后面来了解 前面的分段 所以我才会想说 建议把这个 他的文字 先把他念完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说 他到底的 世青菩萨的本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 哪三个过失 第一个是讲到那个 因为 这个讲到那个 是注使短触 为什么他说短触 因为他的这个讲到谁的 我们八正道在修学的这个时候 如果是念念生灭这个短触 这才会讲到谁的 诸乎法念念生灭 这念生灭 按照来讲 按照如果是 按照维世佛学的解释 因为我们这个是 真谛的部分来讲 也是以维世佛学来解释 因为我们每一念念了 每一心念灭了 他本身那个灭就不再起来 他是由我们所说的这个 等无间的那个 有那个后续律 来引导后念起来 就是相续律 我们这个相续律 我们这个在 在我们大圣法律 御灵章那边 也会提到这个相续律的问题 不是内念可以再生起来 是由这个念 有这个后 我们在物理学来讲 有一个后作用律 那个后作用律来引导 后念起来 但不是由那个前念 那个本身 起来的 所以他可以讲一下 其实每一念 就已经生生灭了 本身就是生灭了 这个就是按照来讲 就是已经灭尽了 所以以灭尽固不得站住 所以你怎么可能 立这个谁的灭尽就是法圣 因为每一念就已经下去了 他不可能 如果再起来的话 就是藏了 我们所说是常见了 但是我们一个心 他如果说立词 他如果说立 每一念如果生了又灭起来的话 有什么过失 就是有违像 所以他才会讲到第二个有违法像 所以以短处而实 是法身常欲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文章 新闻真的还是要小心一点 有时候真的会断章其欲 这个到底是原文 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法身 应该有一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抑郁军的时候可能就会有 因为我们所说 我们的真帝法师的抑郁本 因为他都是在战乱的时候抑郁 这个就会有一些 因为刚才我们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41月那一段也是 因为他句子不完整 所以他是讲到那个 按照我们实际上 心念灭了就是尽 灭了就是尽 这已经就是灭尽了 那我们每一个灭尽怎么会是法身 所以法 于短处时 所以施法身常欲 那第二个是有违法像过施 所以他这一回讲到 若此灭尽是法身 所以就刚才讲 我们心念来讲 按照如果没有 没有 就是我们所说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 所谓等无间援的这个部分 那你就会认为说 你心念这样灭了又起来 灭了又起来又怎么过失 所以若此灭 灭尽是法身者 因为他这个 这个 立这个所谓信念灭了又生 灭了又生 这样子法身的话 变成说这个就是有违法像 很多 法身如果是有违向着 就是无有是处 如果我们所 这样经过修学得来的法身 所以法身由修出来的话 他就绝对会灭 因为他是生灭性 那如果是这样生灭性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 那么多的资粮去修学的话 那实在是太 有点冤枉 因为他最后会灭掉 所以无有是处 那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就要讨论一下 这个 这个 因为是讲到那个 我们在原文里面 就讲有违法 还有一个非公用德 因为这个到底是非 到底有没有这个字 我们先念好了 有非公用过失者 此一切诸法依 因缘灭则是自信 何以故 灭为本故 若灭非公用德 若灭非公用德 法身亦不应公用而得 借武公而得者 所以眠寵 那個狂贼等 亦因皆得涅槃 与此善失如意不成 这个是讲应该是要加上非 因为讲到我们这个法身 因为他后面最主要是讲到 谁的念念灭 因为念念灭进来讲是 按照来讲是 这个是讲到谁的注释短处 这个灭进不违法身 他后面第二个是周有违法相 因为讲八圣道 是谁有违法相 由八圣道修来的 可是后面如果这样推的话 那这样子来讲就是 那就是不需要八圣道来 就是因为你讲有违法相 那就是变成说 不需要有违法相来得这个法身 那我们在 维世佛学 或是般若的立场也不建立 因为我们菩萨行的部分来讲 按照来讲你要成立佛国的话 非菩萨行 非非菩萨行 非离开菩萨行 所以就讲你还是要功用 我们所说的还是要用功用的 所以讲到有非功用过失 非功用就是不需要修学 不需要菩萨行 不需要菩萨行 叫非功用 所以一切诸法一 一什么是一因缘灭 则是自信 因为这个一切诸法来讲 就是它本身就是属于因缘来的 因缘灭的它就是灭 如果因缘灭的话 它这个讲到那个 因为它后面的解释是 会以故灭为本故 因为我们所说的所有法 按照我们佛学的义理来讲 就是生生灭灭 因缘所成 生灭是因缘所成的 因为我们说有因有缘它生 其中的一些缘没有合聚合 它就是灭 所以因缘 生灭是有因有缘方便来 我们所说的假释赦明 所以我们讲 灭为本故就是我们所说的 因缘它这个生生灭灭 它到最后就是灭 它本质就是灭的意思 所以缘人说 如果是我们说它本质是灭的话 我们法生 因为它因缘灭的话 到最后就讲到 因为我们的烦恼也是因缘生灭 等它这样子因缘生灭的话 它自己就是灭 你就是能够这样就可以成法生的话 那变成就说 我们的这个 就是它后面才会讲到谁的 法生不应公用而得 就变成说 因为它 如果说你要讲到因缘这样 自己这样子生灭 就作为灭境 这个灭境就等于法生的话 那就是变成说 不需要 就等它一烦恼灭了 然后就不需要八正道去修学 不需要菩萨断烦恼 所以这样子就是 不经过菩萨的这样子的 这个修学的 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修道的这个阶段 就叫无功用而得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睡眠 因为我们睡眠按照来讲 这个 我们睡眠这个时刻 按照来讲是 摊餐吃 这要知道是 睡眠这个时候 按照我们世间的认识来讲 他在那边睡觉 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就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但这个时候 就会说 他就是涅槃 因为他认为说 没有任何的作为 有功用性 这个叫做涅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一般人在睡觉 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 还有在狂醉 狂醉就是他醉了一大糊涂 然后就是卧在那边 他也没有任何的 我们所说的 有所作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等于涅槃 那他才会讲 用这个例子 所以这个最早就是讲 法身 你要成立法身 不是由菩萨修道 完全修出来的 可是不离开菩萨的正邪 因为他到最后是 因为我们上面 这一遮着八正道修学 你用八正道修学 者得出来的 所谓涅槃 我们不成立 他这样子的说法 如果我们不 不采用这种说法的话 他就会遮着 那根本不需要修八正道 他认为我方 就不需要修八正道 就可以得涅槃 那我方也不 不建立他这种说法 所以他所建立的这个涅槃 所以我们 就是以此三世故 如意不成 那他后面也是在遮殖灭尽 父是灭尽为涅槃者 则与有为诸法相悦 以灭尤同动苦恶法故 福有为法 皆为欲等或活所难 故恒善动不住 则为生劳食等所坏 事故恒苦 那我们先看到这个部分好了 第一个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要知道说 我们刚才的这个 那一段蛮重要的 就是在四十二页的这个 其实有些是讲到谁的 为什么说这个 我们一直讲是要灭绝三界的贪嗔痴 完全有时想从因来说过 从因来说过 这个真正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在刚才小说的 我们讲阿鲁汉国 按照来讲应该要讲 阿鲁汉国的本身的这个功德 阿鲁汉国应该要讲到他的 他的无声制 他的禁制 他的一些 这边所说的 按照我们世君菩萨的这个 阿鲁汉的这个果 是出世间的这个 世音 出世果报世音 出世果报世音 这个部分来讲 就已经讲到谁的 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在这个 第一个他一定是出世果 没有问题吧 他的世音 是按照来讲 他就直接就讲到 就是讲到 谁的戒相 定相 会相 解脱相跟解脱之戒相 由这个无声来说 真正是阿鲁汉国 是由因中来说果 不是我们说 从果来说因 所以我们这个讲 四十二页的最后一段 富士若灭尽为涅槃者 所以他才会再加以解释 为什么灭尽不等于涅槃 因为灭尽一定是有灭的动作 所以既然有灭的动作 一定是有所作为 所以他绝对是跟有为主法 是我们所说的相依 所以他才会讲到 为什么我们说 灭尽为涅槃 从这个预词来推论 他的原因 因为灭本身就是 有动的意识 还有苦的意识 同动跟苦 二法故 为什么有同动跟苦二法故 他这个后面就解释 因为 有为法 为欲等祸火所烧 所以这讲到横善动 第一个是我们贪嗔痴就是 我们世间的就是 几乎藏起来 就横善动 横背这个谁的 那个我们所说的贪嗔痴 不是贪火 贪嗔痴这些烦恼 我们所说的贪嗔痴是 是讲到 我们所说的手脑 手烦恼的意思 因为烧是 讲劳乱 这个时候就是 世界很 很 善动 不住 所以他一直 远外进去 去贪嗔痴 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是生脑死 就慢慢的 有这个生脑死 这个时候是 都处在这个苦的当下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灭掉 灭尽 所以它灭有这个 它是一个 按照人想有时候是讲动词 为什么是动 就是讲到谁的 我们就是烦恼 烦恼它都是动 所以我们要用这些修道的这些 这个谁的善法 去处理它 那我们库面的 所以讲 在这个灭的当下 有这个 就是这个时候 它本身就是要处理 事先反复的烦恼 而且要处理 这个当下的这个苦 把这两个把它去掉 所以它是谁 就是有所作为 它一定是经过 是我们所说的 有一些的 作为的一些动作 这个是既然有动作 但不可能是涅槃 那我们后面是看 看佛怎么说 所以比如秋 生老死等事有为法 因为我们众生从 过去的因 然后在 接生现在的原因 就是生 它是我们所说的有 有所造作的意思 因为有为就是有 它必须要经过一些的步骤 一些的行为去造作 去生气 生老病死都是如是 所以故一切有为 恒烧恒苦 因为我们这些有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切有为 就是我们说 我们在世间 看到 我们心生念 然后看到世间 生起种种的看秤痴 这本身就很少 本身就是这个当下就是苦 是死者 即是灭尽 是死者就变成说 到最后就离开了 因为死 如果是不了解 这个我们佛法的部分来讲 就认为这一次 它的寿命结束 就认为灭尽了 这个灭尽 按照佛法来讲是 我们的这个生命 这一期的 我们所说的寿命 完全就是这个讲 我们是看到 摄身生灭 灭掉了 这个 这边来讲就是 有为的这个范畴 如果是有为 故知辅力 法身不得是场 所以从这样子来讲的灭尽 它就是因为 我们所说从烦恼那边 带过来的 然后它本身跟苦 绝对离不开关系 所以这样子的意思 整个推论就是 它本身就是 有所照做的 所以这种法身绝对 法身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讲灭尽 是烦恼 是没办法建立的 所以卢益 怎么可能会 可以成立 那后面最小的解 又再解释 这个灰固 则鲁易记 最近为动 醉热为苦 事故不来 鲁易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 我们的涅槃 这个致辞 不管是我们佛教 不管是 异教学派 它所建立的涅槃 绝对是 即灭为热 不管在印度 对涅槃都是 它的意思就是 即灭为热 可是如果生死你讲 灭尽就是涅槃的话 变成说 因为我们 灭尽是禁 这个 我们所说 我们的涅槃是禁 它的这个灭尽是动 我们这个 所以它是从这个灭尽 来说 最近为动 最近应该是讲到那个涅槃 因为极灭的意思 为动的部分来讲是灭尽 而罪热为苦 罪热是讲涅槃 它认为就是灭尽 所以按照来讲这样是 是不正确的 热尽说 从此一面 勇赴不生为涅槃者 事与不来 这个是按照这个 因为我们所说的 按照这个讲到 我们就建立这个 不再有三世 不再有来生 所以它才是讲到 这个灭尽之后 不再 就是讲不再 不再复生 这样来建立涅槃 所以它 这完全是 按照它后面 至今菩萨说 就是要讲到 我们一句话 就是永灭的意思 所以主言永灭 因为它 从这个灭尽之后 不再有来生的意思 这样建立 我们世青菩萨也不接受 为什么不接受 不离前诸过世故 为什么不离前诸过世 前诸过世最小还是 离不开前面的三项 因为最小还是三项 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 有关于灭尽这个议题 我们第一个是在 42月的 若灭尽为内藩 这个 是个讨论 我们先 大家请看我们的 43月 第43月的这个 如前 这个在中间 如前死灭等五难过世故 事不生者 这个五难 我先告诉大家好了 因为第一个就是 42月的若灭尽为涅槃 这个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这个是若鲁说 从此一灭永无护身 为涅槃 这是第二项 那第三个是 是13月的 这个谁的 123456 第六行的最后一个字 若鲁说永灭为涅槃者 这也是第三个 第四个 是在这个谁的 第三个 若鲁说永灭的 在下 123 第三行 第三行的这个 最第一个字 若灭尽为涅槃亦不胜 若为 这也是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就是在后面 这一段 这一句 这一行的最后一个 若鲁说能灭为涅槃者 这是第五所 所以我们是这个是 讲到第二所 就是讲 因为灭尽有 按照我们佛教来讲 占灭跟永灭 所以他认为 这边又讲到 灭了之后不再有来胜 所以这是讲到 所谓的不胜 就是讲到永灭 为什么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一直讲说 我们阿罗汉得涅槃 不再有未来生 当然是永灭 对不对 为什么永灭 我们涅槃 为什么不能说 直接就等于 永灭的意思 为什么不直接等于 因为它是讲永灭本身 我们所说就是涅槃 为涅槃 就是讲话等号的意思 这涅槃永灭着 这后面是我们要讲 为什么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采用它的说法 因为第一个开始要讲到 我生已死灭不亦故 我生已死灭不亦故 就是它会有这个动荡 因为刚刚所说的这个 因为我们说灭 一定要到这个 因为我们按照来讲 灭就是 如果按照真正的意思 是新起来就灭 新起来就灭 所以讲当下就是灭尽 所以你有灭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才会讲到 生已死灭没有不一样 因为它就是讲 生本 按照我们真正的意义 你生起来就灭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讲 生就是灭 生就是灭 所以生已死灭 没有相邻 没有相邻 所以你到那个永灭 也是离不开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个意思来讲 我们才不接受 永灭就是灭盘 因为我们在佛法一直讲 我们灭盘 按照 为什么说它极灭为乐 是因为对有烦恼 那才会 为了要对峙烦恼 才说灭盘是极灭为乐 可是真正的我们这个佛 我们佛的大波涅槃 佛的这个无助涅槃 它就会起 它是不空 它有它的那个 我们所增上的作用力 让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 试制起来 所以它还要 它不能建立完全是在永灭 灭尽那个部分 因为灭尽是烦恼灭尽 所以你还要立这个谁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到 大圣的这个说法 一定要非空非有 一定要走在中道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中道实相关的立场 所以你不能完全说 永灭就是涅槃 如果你永灭就是涅槃 就是没有办法说到这个 所谓的不空如来障的那个部分 所以它这个 所以我们一直讲 我们的佛性很强要如来障 我们还有如来的功德那边 它都没有讲 所以我们涅槃 我们刚好我们大圣的这个 学说 非常强调的是 大菩提的那个部分 大菩提的部分 就是要讲到 如来的功德 它不是完全是灭尽 那我们第三说 所以它还是要回到 如果说永灭为涅槃者 益因成涅槃 为什么益因成涅槃会顾 我有一灭 永不复生 我有此法 我君随辱 亦说我愿有此灭 若有此灭 终不能离前 诸事故 因为我们一直讲到这个谁的 因为我们在永灭涅槃的时候 离不开道去灭它 因为它一定要靠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要灭烦恼 所知障 金刚预定的时候 无间道起断 无间道起来断 断尽烦恼 这个断尽烦恼 这个时候 还是有修学道 道地 所以他才会讲道地 如果你一这样子来讲道 也是可以说为涅槃 所以无有一灭 永不复生 无有此法 所以道地的时候有事 就是我们所说 金刚预定的这个时候 无间道起这个谁的 完全断掉 断掉这个谁的烦恼障 所以无有此法 无有此法 就是后面就要告诉大家的 其实 这个是讲到谁的 那个无有此法的这个部分来讲 是无有此灭法 灭法 灭法 这我君随 如说我 我愿有此灭 如果说你这样讲 我愿有此灭的话 就是 就是如果说我 我愿有这个灭的话 就是你承认这个灭有在 因为我们一直讲这个灭 按照这个灭 按照这个灭 这个灭最假的是 是来自于我们 我们这个灭最来 不离开我们心亡心所 跟我们的色法 我们心法 我们的心跟色法 它没有那个灭法 因为我们的烦恼 我们所说的灭是什么 我们的烦恼心所不起来 所为灭 而不是有那个灭 它才讲到 无有 云灭 永不复生 因为它最早的这个 还是要遮 真正的没有那个灭法 就叫无有此法 没有那个灭法 我君随如意说 我愿有此灭 我们在说的部分来 就是我们在 我们随这个谁的 素素缘说要 要灭尽坦诚痴 有这个灭尽 其实按照来讲是 这个灭尽最早还是要讲到 我们的烦恼心所不处 不起来 最早的意思是 永不再起 而不是说它本身又有 如果说你还强调 真实有这个灭 真实有我们所说的 贪嗔痴这个灭掉 如果这样说就不正确 如果这样说就不正确 所以终不离前诸果施 因为如果说你还有这个灭的话 就变成 第一个 第一个它 灭灭神灭 用灭灭神灭来讲 它就是这个 变成这个第一个 事实 是注释短处 变成那个 它所得的灭盘 由灭尽所得的灭盘 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非常短处 根本不是常注现 然后这个灭 由灭得来的还离不开这个 这个是有违法相 所以为什么 它如果说你要承认这个 有这个灭尽这个部分 有这个永灭的话 就是没办法离开前面的这些果实 它最主要的 就是它 它要从前面来看 因为它最晓得 一灭永无附身 第二个 一灭永无 它比较强 那个灭不再起来 如果那个灭不再起来的话 这样子说法 就 就会有这个第三个 你认为有这个灭法 就会有这个第三个 灭 因为它最 它才会讲到那个 后面是 无有灭法 无有此灭法 所以它更 后面更说到说 如果说你还要 承认有这个灭的话 那就不正确 因为我们所说的灭 不是它本身有 是我们的烦恼心 所不起来的意思 这个叫做灭 那后面的第四个 那后面的第四个 又到灭后烦恼欲附不生 那我们再继续再念一下 念下面的来知道整段的意思 是 若为有灭是涅槃者 是道用灭云是涅槃 它这 它也是讲 因为道灭后 是就是我们 整个要到涅槃就是讲 无间道的这个最 最好的事来说明它 所以如果是你这样子讲 这个道灭后 因为道灭后 我们讲无间见道 无间灭烦恼 然后解脱到正果 所以它是讲到谁的 无间道这个灭烦恼之后 让我们的这个 让这个烦恼不再起来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说为涌灭的话 那它就讲到这个道 这个在当下 在灭烦恼这个时候 就应该是涅槃了 但我们 以大声的角度 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要讲到涅槃它是 非公非用 而涅槃又不是有违性 所以你在 到 我们在道地在进行的时候 它还是有这个 我们所说的有所作为 这个所谓的 我们断烦恼这样子的 动作 这样动作绝对不是涅槃 那第五个 第五个 第五个是 若鲁说能灭为涅槃 无别涅槃 无别涅槃以为能灭 为以道用正为能灭 故之道铁因能为灭 这也还是解释这个道地 因为能灭是属于道地 道 所以如果说 这个能灭 因为我们所 最后还是想 这个能灭的 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无肉制 当下在灭 无间道的这个时候 灭烦恼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 它这个是认为说 这个时候当下就是涅槃 无别涅槃以为能灭 所以没有其他的涅槃 最为能灭 就那个 没有其他的涅槃以为能灭 所以唯以道用最为能灭 就是 这还是讲这个道 就是在道地无间灭 无间道的那个当下 它有无肉制 这个时候灭烦恼障 所以这个讲这个道 就是讲无间道 在灭烦恼的这个时候 因为它就是能灭 所以能灭烦恼障 这个时候它就认为 这个时候就是涅槃 所以故知道 因为灭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推论下这个道 这个道 我们所说的无间灭道 这个无肉制在其无间道的这个当下 它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 因成为灭 也因能为灭 因为它在 就是我们要讲的 就是我们要讲的 无肉制 在金刚预定 无间道的时候 真断烦恼 而当下本身 它这个时候就是灭 这个都不正确 所以它后面都讲 事与不难 所以若如说 这个烦恼不升为涅槃 它也 我们也不建立 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我们一直讲 三界贪嗔是灭尽 等于涅槃 这句话绝对不正确 我们一定要说 刚才所说的这个 就是讲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讲到 贪嗔是断灭 所以说为涅槃 就是按照四清菩萨是 因中说果 在因为来 来说 果 从因为这个角度来 来转转说果 而不是这个 三界的 贪嗔是灭尽 就完全等于涅槃 所以四十二月的 这个阿罗汉国 这句话大家真的要记住 它真正的阿罗汉国 是讲这个 五身法身像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它的这个 大 我们的 我们的六指会 是用这个来解释 阿罗汉国 所以在我们四十二月的第三行 阿罗汉国 施果是不如此 就是 完全不是说 完全是讲 贪嗔是灭尽 就是 完全等于阿罗汉国 阿罗快国有它的震报 所以阿罗汉国 按照我们的说 阿罗汉国 就是 离开三界了 然后他 他想是不可 按照来想是 是 是有时候真的还蛮能说的 因为 有些是想到不失于神 他真的他有出事果报 所以他的事因 是极为妙的 时间到了 我们就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菩萨 哦 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